夏等儿,什么事这么开心啊? 夏等儿,我刚才去逛街看到一款有绒服特别适合你,我就给你买了。 啊,给我买的? 你赶紧试试。 谢谢夏等儿啊。 来。 怎么样? 哟,你还别说,还挺帅的呢,大小也合适。 是吗?夏等儿,这里多少钱不便宜吧? 不贵,两千。 多少? 两千。 我买个地摊才50块钱,送两条裤腿,两双袜子,你这专手赚我一千九百五是吧? 哎,我送你的,不要钱。 送我的呀。 其实也不白送,今天晚上我妈过生日,你朋友一起回家吃个饭。 我就说没好事,来,这绒服我不要,今天晚上我第一次约了财务小姐姐。 你约了财务小姐姐约会啊,就你那点工资,我没听错吧? 约会能花多少钱? 哼,来,我给你算笔大来。 行,你算。 第一,外边这么大冷的天,你没车吧? 没。 这大车来回,不得100啊,就给你算100啊。 第二,你这这么冷的天,你不得去逛商场? 逛商场,你不得点奶茶? 奶茶怎么叠?一代五六十吧?那我就给他60算。 第三,你第一次跟人财务小姐姐约会,你不得定数花呀? 从网上最便宜的花,也得200吧,就给你按200算。 第四,你这逛完街,你不得请人家吃个饭? 这按照最普通的饭店,最低标准也得300吧? 就给你按最低标准算。 第五,你这逛完街,你不得立即回家吧? 你不得请人家看个电影? 这从网上买票,最便宜的话,你得七八十吧? 就给你按70算,第六。 你这逛完街,看完电影,你不得去跟人家 开个酒店,现在酒店最便宜的 也得300吧? 你看300吧? 哎呀 这算下来 顶上你半个月的工资了呢? 你还去吗? 这 夏老师,你这么说的话 我明白了 那个,我选六 谁让你做选择去了? 鬼 这一路 这一路 哪四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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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